今天我要录一期的开箱视频 看我现在头发有点湿 因为我想赶紧洗个澡洗个脸 然后拆箱要有仪式感 前几天刚出了一款新的耳机 然后我就订了一个 不得说开箱 直男开箱吧 新款的Aerhors Pro 我们见到这款耳机的真人吧 有看到吗 我在上面刻了字 饭 咀掉出来 赞赞 前面的手里并没有很大 因为它虽然变宽了 但是它跟之前的那款比 它可能矮了一些短了一些 它是一款降噪耳机吗 它三个可以调 其实什么是降噪耳机 其实我并没有觉得它比上一代好看啊 想想我觉得它这个黑色的 其实它是很乖乖的 但是 我总是会真香 过两天我看着看着就习惯了 习惯就觉得好看了 这个有几个缺点我先说一下 缺点就是有点贵 如果这球音质的话是能买更好的耳机 我觉得 还有一个它的这种 这个造型呢 不像以前它是方的 特别好开 现在我不太容易开它 只能像侧面的开 还有一个就是 不能接受这种弱耳式的同学 可能不适合带种 就是耳朵比较小的 但是我是特别喜欢这种弱耳式的 因为它其实是对一个降噪比较好的 不得不说 苹果这个产品 它做的比之前的音质来说有提高 还是很值得入的 很好看 而且还有刻字 呀 这我最开心的事 我先刻了个字 好了 范老师 科技评测开箱视频第一弹 咔 我们的ending是什么呢 科技真美好 科技造福人类 Ruby 调收炸